一个关暗的房间里 女人走到一副铠甲面前 她想在里面搜索某样东西 可是一个男人缓缓靠近 接着却将女人推下了楼 最后男人拖走了女人的尸体 在地板上留下了一片血迹 次日有人在废品收购站 发现了女人的尸体 初步检测得知死者是名白人 女人曾经遭受过殴打 双掌被凶手用喷枪烧毁 最后警方在死者身上找到了驾照 从驾照信息来看出 死者名叫翠花今年27岁 根据尸体皮肤变化程度来看 莫拉推断死亡时间在昨晚午夜 最后将尸体送回尸检房 丽莎想尽快知道死因 好据此判断杀人动机等线索 这时大罗已经找到了嫌疑人 哪知对方不肯进警局 非要在楼下回答问题 这个人正是翠花的丈夫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 他却表示自己不认识死者 而且他的妻子翠花就在咖啡馆 丽莎意识到死者盗用翠花的身份 原来他上周买咖啡时 钱包被偷了 不久后小偷就将钱包寄了回来 除了驾照丢失以外 里边的东西都在 翠花因此没有报警挂尸 而是准备重新申请一份驾照 那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死者为何要盗取他的身份呢 丽莎猜测是为了躲避某个人 在和翠花夫妇交谈结束后 丽莎便收到了莫拉的信息 莫拉在给尸体做X光检测时 发现头颅有一处凹陷线骨折 这是从高处坠落导致的对冲挫伤 另外发现死者右手的手指 有一根没有完全被烧毁 可以通过补业技术获取指纹 这个技术发明者是霍普 也就是莫拉的生物 说吧 他就剪下了尸体的手指 在旁边的大罗 被吓得当场晕居 不过可惜的是 莫拉尝试了很多种算法 都没能成功修复指纹 丽莎提 邀请霍普本人来 就当做是和同行交流技术 对方答应半个小时后来验尸 两人很快投入到了工作中 迅速恢复了被烧毁的手指 并从手指上找到了死者的指纹 霍普兴奋的和莫拉拥抱庆祝 哪知莫拉不知所措的哭出声 丽莎健壮只好帮忙解释 莫拉在解决难题后会失态哭泣 随后大罗通过指纹 确定死者的身份 死者今年27岁 只不过本名叫艾玛 在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当实习生 可奇怪的是 他本人和翠花长得非常像 为什么要偷翠花的驾驶招呢 而他失踪至今居然没有人上报 大罗带着疑问 找到了艾玛的上司 检察官实习生失踪至今 上司并未上报失踪 大罗很快找到了艾玛的上司 上司说艾玛最后一次来上班 还是在上周 当时艾玛请了七天的假 说是家里有急事要处理 不过他并没有什么亲人 只跟一个哥哥住在公寓 所以上司才没有选择报案 大罗随后找到了死者的哥哥 不过哥哥却是另一种说法 死者上礼拜离家出走 带走了电脑和背包 说是要准备律师资格考试 他每天都会收到妹妹的邮件 哥哥因此也没有报案 回到警局后大罗决定 查一下地检办公室的服务器 试图追踪到艾玛的通讯记录 果然发现了些许猫腻 艾玛发信息的ID地址很奇怪 正是法院地下室的空置办公室 那里很久没有人使用了 丽莎来到地下室后 果然找到了新的线索 墙上贴满很多照片和报纸 在其中一张报纸上发现 她在调查一个失踪十年的女孩 这个女孩就是17岁的贝尔 10年前有人在清理空置房间 发现了贝尔的尸体 可是当年没有查出真凶 这桩案子就成了悬案 贝尔和艾玛是发小 两人经常帮忙打掩护 在贝尔失踪的前一天 有人跟她表白 声称是她的盔甲骑士 贝尔心动了 想和对方约会 然而第二天 贝尔却失踪了 不久后 艾玛得知了她死亡的消息 这让艾玛十年来深陷自责 所以她便利用职位之便 调查这桩当年的悬案 上周她找到了贝尔的尸骸 丽莎猜测她可能发现了问题 所以才被杀人灭口 为了知道具体原因 丽莎让莫拉对尸骸重新尸检 尽管尸体已经布满尸了 但莫拉还是发现了 贝尔的死因是窒息 额头有被重物袭击的伤痕 同时萨克在贝尔的衣物上 也找到了新的线索 一片金属和牛仔裤碎片 而牛仔裤上面还有小蝌蚪 这需要进一步检测 大罗检查到爱玛失踪前 她去了家政公司应聘保姆 警方传唤了公司的负责人 负责人表示 当时有位富豪客户 刚解雇了保姆 公司需要立刻派人顶上 而爱玛学历高 又愿意住家 正好合适对方的要求 所以负责人应聘了她 他们不知道爱玛的真实身份 还以为她真的是翠花 丽莎想知道那名客户的信息 负责人却不愿意说明 但当对方得知牵涉命案后 负责人透露是汤姆夫妇 汤姆最近在竞选国会议员 一周前她家接到了匿名举报 生成60岁的保姆在卖粉 所以她辞退了年老的仆人 紧接着爱玛就来应聘 顺利成为了汤姆家的保姆 天下没有这么巧合的事 大罗调查了那通匿名电话 正是爱玛举报了汤姆 她可能在找贝尔和汤姆的关系 大罗立刻和萨克登门拜访 想问出有关爱玛的线索 这时莫拉已经拿到了 贝尔的毒理检测报告 结果显示她体内有迷药 而找到的金属是粗制钢铁 里面有很多矿渣 制造时间最晚是15世纪 一般用来制作 中世纪苏格兰骑士盔甲上的金属护手 丽莎想起贝尔脸部的伤痕 凶手很可能用护手砸伤她 莫拉还从牛仔裤上的小蝌蚪 找到了侵犯贝尔的人 对方就是富豪客户汤姆 丽莎即刻将线索通知了萨克 萨克和大罗在汤姆家吃鳖 正愁该用什么办法继续套话 没想到丽莎就帮她搞到了搜查令 很快盔甲骑士被带回了警局 丽莎在骑士护手上找到了血迹 而护手的破损和贝尔脸颊伤痕一致 说明是骑士击伤了贝尔 此外大罗搜证艾玛的东西时 自然发现艾玛和贝尔都认识汤姆的竞选经纪人 以前这两个女孩去露营 经纪人作为辅导员跟随陪同 因此艾玛改名换姓 进入汤姆家当保姆 目的就是想要找到有关线索 而这条线索应该就是金属护手 正好莫拉在里边发现了一根汗毛 不过汗毛的检测是经纪人 丽莎立即想通了前因后果 她再次拜访汤姆和经纪人 原来当年杀害贝尔的不是汤姆 而是毫不起眼的经纪人 贝尔喜欢上了汤姆 这让经纪人心生忌妒 于是她给贝尔下了药 在贝尔挣扎时 用金属护手打伤了她 随后勒死了对方 汤姆这才意识到自己背锅了 当年她也被下药了 醒来后身边发现贝尔的尸体 汤姆以为自己杀了人 于是让经纪人帮忙处理尸体 她内心装着杀人案十年 十年间都不敢面对贝尔的照片 但经理人没有想到 艾玛会重新调查此案 她以为贝尔是汤姆杀害的 所以她在汤姆家当保姆后 对经纪人极度信任 然而经纪人却在 艾玛调查到金属护手时 将其推下楼梯殴打致死 最后大罗顺着这个思路 在楼梯口找到了血迹 最终经纪人因为杀害两人 被逮捕 但汤姆是事后共犯 所以也被逮捕如鱼了